2 1 请接牌 瑞丰国小校长和教育局科长等人 一同拉向红布幕 制造奇机馆正式接牌 代表瑞丰国小的机器人教育 已经完成3344的四年计划 迈入第五年进入3324的两年计划 将朝着航向国际的目标迈进 两个非常重要的项目 一个是要迈向国际的国际赛 一个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基地探索中心 这样的理念下 我们有今天的这个奇机馆 这个奇机馆会依据三个阶段来把它完成 目前今天也就是有点宣誓 我们第一阶段是完成的 这座制造奇机馆是在西子湾福伦社 和钢山载南天宫 以及创校校长的公子 和家长会历届会长的支持下 完成第一期工程 未来将持续努力 提供学生更完善的学习环境和设备 其实我们也期待高雄市政府 能够愿意以我们这里为一个探索基地 况且我隔壁的正义高中 它的国中部跟国小部也都发展机器人 想说重向的衔接跟举的资源 如果人家愿意我们是很想成为一个 南部地区的机器人的探索基地 所以我们要特别恭喜我们瑞丰国小的目标 从小就扎根了我们科技的教育跟素养在这边 那也非常期待我们瑞丰国小的孩子 未来可以成为我们高雄市不可或缺略的高科技人才 瑞丰国小的机器人教育是以校定课程 社团和校队三轨稳定发展 校队学生也在各项比赛中获得亮眼的成绩 希望未来学生能够将机器人运用在各个层面 记者潘志光 磊昌邦 高雄报道